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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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首先在罗马书十二章一节告诉我们说 所以弟兄们 我以神的慈悲劝你们 要将身体献上当作活祭 是圣洁的 是神所喜悦的 你们如此侍奉乃是理所当然的 所以这段经文很清楚的就告诉我们 我们将我们的身体献上当作活祭 也就是把我这个人献给神 把我的身体当作是为了执行上帝的意志 所做的一个祭物 所做的一个奉献 这样子献给神 这是圣洁的 是神所喜悦的 并且这是理所当然的 你们如此侍奉是理所当然的 在原文其实它还有一个更直接的意思 所说的就是 这是我们当向神献上的敬拜 而在旧约里面 出埃及记四章二十二到二十三节 告诉我们说 你对法老说 耶和华这样说 以色列是我的儿子 我的长子 我对你说过 容我的儿子去 好 侍奉我 你还是不肯容他去 看啊 我要杀你的长子 所以上帝对埃及的法老说 我要让我的儿子 从以色列出去 要离开埃及 要被拯救 这有一个目的 目的就是要让以色列人 能够来侍奉神 那对我们来说 我们都知道 我们还没有受尽归入主的名下 还没有认识神 我们就是那群活在埃及当中的人 我们就是那些被这个世界所奴役 事实上我们就是财力 就是这个世界 许多的空虚的事情的奴仆 我们每一天的日子在这当中打转 我们每一天劳苦 但是我们所得的 其实并不是真正我们所拥有的 而神带领我们离开世界 进入到他的国度当中 对我们有一个美好的旨意 就是要我们来侍奉他 而这个侍奉 其实它一个真正的意义 就是我们活着的原因 活着的目标 做了一个很清楚的改变跟转换 我们福是什么 其实我们也可以这样理解 我们福是什么 事实上就是我们为什么而活 所以当我们离开世界 进入到神爱子的国度当中 我们可以说我们从起头 我们是为了世界而活 为马门而活 为了各样的名利而活 为了我们肉体的需要而活 为了我们心中所期待能够达到的 不论是我们的名声也好 不论是我们的情感也好 不论是我们各样的成就 这些外在的事情也好 但是我们要从为这些事情而活 转变过来 成为我们所有做事 所有行事为人的一个基础 我们是向着神 是为神而活 所以这是上帝的一个吩咐 那就让我们先建立第一个观念 侍奉的意义 也就是我们离开这个世界 从为了这个世界而活 转变为为神而活 而侍奉的意义 在罗马书十二章一节 也让我们知道 就是我们能够 将我们的身体献上当作活祭 也就是从今以后 我的每一个行动 我的每一个动机 我所做的每一件事情 我是因着爱人 因着爱神的缘故所做的 进入到一个服事的人生 那么第二个就看到 为什么要侍奉 因为这是人的需要 从刚刚跟大家所分享的 我们就能够理解 侍奉其实是一种生活形态 而在这样的一个生活形态 事实上我们所需要的 就是帮助我们自己 继续不断地成长 使得我们的生命 能够渐渐长大成熟 在生命纪十章 十二到十三节说 以色列啊 现在耶和华 你神向你所要的是什么呢 只要你敬畏神 你的神 遵行他的道 爱他 尽心尽信 侍奉他 遵守他的诫命律例 这就是我今日所吩咐你的 为要叫你得福 所以神要我们来 侍奉他 神给我们这个命令 事实上是要使得 我们的生命 能够得着各样的祝福 而神所给我们的祝福 我必须要再一次 跟弟兄姐妹来强调 其实这个福 神当然有给我们应许 我们在这地上 能够得百倍 但是更重要的是 我们要有一个 再来生得永生的 这样的一个确据 也就是说 神给我们的福 是那不能够震动的国 是那在我们里面 人所不能够夺去的 平安跟喜乐 是那在我们的里面 我们知道 我们行走在 上帝美好的旨意当中 不论遭遇 什么样子的动荡 遭遇什么样子的挑战 我们的里面 仍然有一种 很清楚的平安跟稳妥 因为我们知道 我们的神与我们同在 我们知道我们活在一个 他所喜悦的状态里面 而这样一种生活方式 也就是说 我们从原来我们的生活 都是为了我们自己求 我们转变过来 成为为了上帝 并且为了其他的人 为了爱 所做的每一件事情 当我们越是真正的 活在这个当中 其实我们就实践了 耶稣基督舍己的 道的真实 因为舍己 简单的去理解 其实就是将我们 自己所要的 我们所想的 我们认为对的 我们把它放下来 然后开始 去为别人设想 去为别人的需要 来考虑 而你自己 我们就不在自己的 考虑的范围当中 于是乎我们就能够 进入到一个景况 能够真正的体会 当我们舍了自己 而神就为我们成就 成全 保守我们所需要的一切 在这样子的一种 生活方式里面 你就好像你能够 过一个两重人生的 一种丰富 也就是说 你会看见 不单神为你建立了 为你保守了你的人生 并且你还能够 因着上帝的恩典 能够去做成 上帝在你生命当中 美好的旨意 你会看见 你帮助了许多的人 你能够因着 你的舍己 而产生了许多 美好的事情 而上帝给我们的应许 就是我们能够 在这样的侍奉当中 我们能够真正的得福 并且能够得得 更加的丰盛 这是我们能够体会 我们不但是我们里面 越来越丰富 因为我们的生命 有各种各样的经历 并且这里面的丰富 在时候满足的时候 它也会转变成为 我们外在 我们能够享受 能够体会到的丰盛 所以侍奉的意义 第一个 我们谈到 为什么要侍奉 我们就很清楚地知道 第一个 这是上帝的吩咐 第二个 这是人的需要 而我们需要 上帝给我们 各种各样的祝福 以至于神就是要透过 我们侍奉祂 透过我们愿意舍己 透过我们愿意去爱人 透过我们愿意将我们自己 献上当作活祭 透过这样子的路径 把真正的祝福 更多更多地请到 在我们的生命当中 那么再来我们就要来探讨 侍奉是什么 那首先我们从最根本的字意上面来了解 首先在新约的这个希腊文编号GK3000 这个字 它在菲利比书三章三节翻译为敬拜 希伯来书八章五节翻译为供奉 希伯来书九章九节十章二节翻译为礼拜 希伯来书十三章十节翻译为供奉 那么上面几个字 它是动词 那么如果是名词 在罗马书九章四节翻译为礼仪 希伯来书九章一节六节翻译为礼拜 或是拜神之礼 那我们从这样子的一个字意 我们就看见 其实侍奉这个字 专门是指着对神的礼拜而言 但是还有另外一个字 它的原来的意思叫做做奴仆 那么在和尔本圣经里面 有的时候也把这个字翻译为侍奉 那么这个字呢 在马太福音六章二十四节 以及路加福音十六章十三节 以福所书六章七节 哥罗西书三章二十四节 这边所说到的侍奉 事实上是做奴仆的意思 那你就让我们明白 实际上侍奉的意义 第一个就是对上帝的各样的礼拜 各样的礼仪 各样的崇拜 第二个就是我们愿意 降服在神的面前 做神的奴仆 那刚刚前面跟大家分享到 我们在离开这个世界之前 实际上我们以为我们是自由的人 但事实上我们是这世界的奴仆 就如同以色列人在埃及地 他们吃着肉锅 也有一些物质上的满足 但事实上他们是埃及人的奴隶 而当摩西把以色列人带离开埃及 其实他们离开埃及最起头 就是有一个目的 就是要来侍奉神 而侍奉神之后 上帝就给他们一个应许 就是他们要进入到神所应许他们那个流奶与蜜之地 所以我们就明白 那么侍奉 就是我们愿意来到神的面前 从做这世界的奴仆转变过来 我们愿意做神的仆人 而做神的仆人 其实这是一件非常美好的事情 因为我们虽然做神的仆人 但事实上神让我们做的却是祂的儿子 也就是我们是作为一个儿子 儿子经过一个做奴仆 做仆人的过程 为的有一个目的 就是让生命更加的成熟成长起来 而这个儿子 他在经过奴仆的训练之后 他有一个期望 就是他接下来 他有一天他要做全业的主人 所以上帝让我们调转我们的眼目 让我们从为世界而活 转过来作为为祂而活 要我们来侍奉祂 要我们按照祂的心意 要我们做祂的仆人 祂有一个更美好的旨意 就是期待我们有一天 能够与祂同坐宝座 期待我们有一天 能够与祂一同来掌管 在永恒当中的国度 所以侍奉的目的 就是经由侍奉的过程 我们能够获得上帝的教导 引导 也就是神要让我们 在侍奉的过程当中 最重要的是 使我们得到教导 生命得到引导 明白神的作为 认识神的法则 认识神是怎么样一位神 而当我们认识神 是怎么样一位神 我们的生命 就能够渐渐地改变 就好比我做牧师 在一开头 要学习做牧师的时候 我想我最容易 学习的对象 就是林园牧师 所以当他在 主持一些的聚会 当他在处理一些的 程序的时候 我就会在旁边去看 去思考 并且我也要按照 他的方式来操练 来练习 而这个过程 是为了使得 我有一天 能够真正地 能够来承接 能够来做 这样一个牧师的职份 所以神 让我们侍奉他 让我们经过 各种各样的 你要说患难也好 训练也好 南风 北风 各种各样的环境 为的是使得 我们的生命 能够渐渐地 长大成熟 而渐渐地 长成基督的声量 我们需要有这样一个 基督的声量 好让我们能够知道 我们在永恒当中 我们是能够与主 同坐宝座的 我们的父神 是自有拥有 全能全知的宇宙主宰 事实上 他并不需要 我们这些软弱 无能 而且品德 性格还很软弱的人 其实我们没有办法 为他做什么 所以当我们说 我们要来侍奉神的时候 事实上我们都要知道 神是我们在天上的父 我们愿意为他而活 事实上是 我们接受了一个 他在我们生命当中 最美好 最高的一个旨意 就像我之前不久 我跟年轻人分享 说这个 我说我期待我们的年轻人 每一个人都很有梦想 但是如果你不知道 什么对你来说是最好的 你就要来寻求神 让上帝告诉你 他对你的心意是什么 而我也跟我们的年轻人说 就算你觉得你有你自己的梦想 你愿不愿意相信 那么上帝对你的旨意 远远的超过你所认为的 因为神是创造我们的神 就好像我们拿到一个电器 我们也需要按照他的这个 说明书来使用它 如果我们硬是要把一个吸尘器 拿来当扫把用 你也可以整理啦 但是会很不好用 而且那个吸尘器就很快就坏掉 所以我们要来到神的面前 明白说神造我是什么样子 也知道说上帝 怎么样子来训练我 让我进入到什么样的环境 我要怎么样的来学习 而让我们自己 能够有最好的一个学习的环境 就是进入到各样的侍奉当中 就是让我们的生命 能够调转我们的思想 调转我们的一个目标 能够为主而活 为主而行 那么再来我们就要来看 侍奉有什么样的范围 广义的来说 不论是祷告 读经赞美 团契 奉献 受教导 传福音 等等 其实基督徒生活当中的 每一个部分 只要你是为了爱神 爱人所做的一切 其实这都是侍奉 那换句话说 就回应了罗马书十二章一节所说的 我们要将我们的身体 献上当作活祭 是圣洁的 是神所喜悦的 我们的时间 人生的时间 一直不断地在流逝 我们每一个人 其实我们能够选择的 就是每一个时刻 在现在我要拿我的身体 去做什么 如果我们没有拿我们的身体 拿来侍奉神 那我们就是拿我们的身体 去做别的事情 而我们的身体 最好的一个果效 最好的一个 发挥的一个方式 把你的身体用的最好的方式 事实上 就是让你的身体 更多地来侍奉神 所以广义地来说 你可以让你的生活的 每一个部分 都让它是为了爱神 爱人所做的 那么当然 有广义的意义 就有狭义的意义 狭义的 所说的就是 基督徒在教会当中 对上帝 或者是对教会事物上面 所做的服饰 好比说 你在教会当中 你参与查经班的服饰 参与招待的服饰 参与敬拜团的服饰 参与打扫的服饰 参与传福音的服饰 参与媒体的事工 参与种种的侍奉 这些就是我们狭义的 一个 侍奉神的一个意义 好 所以我们回过头来 我们再跟大家来提一件事情 侍奉最基本的认知 我们就要知道 生活就是侍奉 但是我们却也知道 生活不都是侍奉 这差别在于 你所做的事情 是不是为主而做的 是不是靠主而做的 是不是活在基督里的 一种生活形态 所以让我们期待我们自己 我们的生活形态 是能够进入到 一个时常的祷告亲近神 在聚会当中来服侍神 参与在各样的 关怀探访 传福音 以及让我们在教会的事物当中 有许多的参与 甚至于让我们在社会的工作上面 我们都能够期望 它能够使得我们的生命 不断的更新变化 而这样的一种生活形态 或是这样一种生活目的 目标跟意义 这就是一个 侍奉神的人生的一个 基本的认知 那么接下来我们就要谈到 我们要怎么样子来侍奉 首先第一个是 侍奉有一些的原则 我们需要来认识 那第一个 侍奉的立场 所说的就是 你侍奉的基础 是你需要是一个 蒙恩得救的人 因为我们要服侍神 我们需要有一个立足点 这个立足点 就是我们相信耶稣基督 接受祂作为我们个人的救主 那圣经也告诉我们 心里相信 口里承认 我们就是 耶稣基督的儿女 所以在路加福音一章 七十四到七十五节说 叫我们既从仇敌手中 被救出来 就可以终身在祂面前 坦然无惧地用圣洁公义 侍奉祂 那这一段经文就让我们明白 只要我们是得救了 是被神从仇敌当中 救拔出来的人 我们就得着了一个立足点 得着了一个身份 得着了一个位置 我们能够来侍奉祂 那么再来我们就要看 侍奉的位置 所说的就是 我们侍奉是在哪里侍奉神呢 圣经告诉我们 我们是要在祂的面前 那同样是刚刚那段经文 告诉我们 我们可以终身在祂面前 坦然无惧地用圣洁公义 侍奉祂 而侍奉的地点 其实圣经里面有许多的地方 让我们知道 其实就客观上来说 是没有什么地点的限制 你可以在圣殿里面 可以在会幕当中 可以在你的家中 可以在山上 甚至于可以在旷野里面 我们都可以侍奉神 那用我们现在的生活形态 就是我们就知道 我们可以在家庭里面 可以在我们的工作中 可以在我们的朋友当中 可以在教会里面 实际上我们都可以侍奉神 那回到我们之前 跟大家分享的 只要我们所做的 每一件事情 我们是为着上帝而做 是因为爱神 爱人的缘故而做的 那我们就知道 我们是在侍奉祂 好 那么侍奉神的位置 事实上 在生命纪十二章 五到七节那个地方 也让我们明白 其实一个真正侍奉神 我们说我们要在神的面前 这个在神的面前 它其实是有一个客观的条件 也就是我们是需要 是那跟从主角中的人 也就是主怎么样子走 我们愿意怎么样子跟 以至于让我们能够持续的 让我们保持在上帝的面前 生命纪十二章五到七节说 但耶和华你们的神 从你们各支派中选择 何处为利他民的居所 你们就当往那里去求问 将你们的凡祭 平安祭 十分取一之物 和手中的举祭 并还愿祭甘心祭 以及牛群羊群中投生的 都奉到那里 在那里耶和华你们的神面前 你们和你们的家属都可以吃 并且因你们手所办的一切事 蒙耶和华 你的神赐福 就都欢乐 换句话说 每一个人在神的面前 其实有他的位置 虽然上帝是无所不在的 但是你有没有在神所为你预备的那个位置 神有没有承认 有没有认识 这是你侍奉的位置 这就有很大的影响 就像我刚刚跟弟兄姐妹所分享的 我们都需要来到神的面前 来跟随主的教宗 一方面是生命里面的跟随 但是另外一方面是上帝创造我们每一个人 其实他有对我们最美好的旨意 我们在我们所能够扮演的那个角色上面 神所预定的那个角色上面 我们能够有最美好的发挥 并且能够有最美好的经历 能够有最美好的学习 我们的生命能够最丰盛 使得我们的里面充满了主的道 充满了基督的生命 充满了与神之间的经历 以及对神的认识 那么在这样的过程里面 使得我们的生命一天一天越来越丰富 越来越有基督的样式 而我们要认识到底神 什么是神在我们生命当中的旨意 其实这实在是需要透过我们每一天每一天 愿意更多的来寻求神 愿意更多的来亲近神 愿意更多的来了解上帝的想法 愿意更多的顺服在神的面前 其实我说人常常是非常不了解自己的 人常常是自己以为我应该是什么样的人 但是其实那不是事实 人能够真正的认识自己 其实真的需要来到神的面前 求问上帝的旨意 我们才能够真正的认识自己 为什么人不容易认识自己 因为我们在这个世界 我们会看见这个世界告诉我们说 你应该追求这个应该追求那个 你应该做这样的人应该做那样的人 有一些类型的特性 其实在人来看 我们不知道怎么样子 能够让他发挥最美好的果效 以至于我们会对于我们的一些特性 我们会定义他是不好的 我们就一直希望改变我们自己 变成另外一种人 但是上帝事实上 神的工作是保守我们原来的样貌 因为神按着我们的本相接纳我们 但是他能够使得我们原来的样貌 能够变得完全变得清洁 并且能够在美好的方式里面 能够发挥出我们生命特质 所能够发挥出来的最大的功效 这也是圣经告诉我们说 日会有日的荣光 月会有月的荣光 心有心的荣光 而这心和那心还不一样 所以我们需要的就是 更多的来到神的面前来亲近神 来寻求他 更多的愿意学习舍己的道路 更多的来侍奉他 然后在这个过程当中 我们的心会被改变 会被调整 我们就会明白上帝带领我们的道路 我们就会进入到一个真正的 不是按照我们自己的 而是按照神的一个生活方式 而当我们进入到这样一个生活方式里面的时候 我跟大家分享一个很奇妙的感觉 就是当你进入到这个生活方式里面 虽然一样看起来有许多的挑战 有各样的惊涛骇浪 但是你的心里面却是非常的平静安稳的 而且你会发现 神真的会按着时间 让这些事情发生 神不会让这些事情发生的 你手忙脚乱 措手不及 也一样会有患难 但是你都会知道 原来上帝早已经预备了 我们怎么样去面对这些事情的素材 都已经为我们预备好了 所以这是一个非常奇妙而美好的一种人生 所以我要鼓励弟兄姐妹 我们可以更放心地把我们自己交给神 寻求祂在我们生命的旨意 或许跟你现在所要的不一样 但是常常人所要的对自己是没有益处的 唯有回到神的面前来 认识神所要给我们的 我们就能够得着今生跟永生极大的祝福 那么再来我们就看到 侍奉的时间 从我们前面的经文 我们就看到 这是你一生的每一个年日 每一个日子 这都是我们可以来侍奉神的时间 圣经里面讲终生 所说的就是 我们每一天的每一个时刻 所以做一个基督徒 我们需要警醒我们自己 不要不知不觉就变成了礼拜徒 不要不知不觉 一开始得了主的恩 觉得神真是美好 然后慢慢地上帝要开始教导我们的时候 我们就觉得 这跟我们所要的不一样 然后渐渐地就又回过头去 用我们原来的生活形态 生活样貌再过日子 然后慢慢慢慢地 这个信仰跟你的生活就脱节了 我们就渐渐地变成礼拜徒 然后慢慢地到后来 甚至于连礼拜徒都不是 就变成一个挂名的基督徒 那么相反的 如果我们成为一个基督徒之后 我们愿意真实地 有了主的真理 有了主的话语 我们就去行 就去做 我们虽然知道 我们做的必然是不完整的 但是我们愿意在各样的尝试 跟挣扎当中来认识神 那么我们必然就能够 一天一天地更多地 明白神的心意 一天一天地与神更加地亲近 你里面的平安跟稳妥 就会更加地确实 更加地真实 而这就是任何人不能够夺去 那在你里面神所给你的祝福 那么再来我们就要谈到 侍奉是需要有装备的 那么我们一般会认为装备 就是对于圣经的知识啊 或者是一些服饰的技巧 甚至于是一些神学的训练 但事实上 侍奉的最基本的装备 都不是这些 在圣经里面告诉我们 侍奉最基本的装备 是我们需要有圣洁 以及公义 同样是路加福音一章 七十五节那个地方 他告诉我们说 我们就可以终身在他面前 坦然无惧地用圣洁和公义 来侍奉他 但是这个圣洁跟公义 他所说的其实并不是我们一个已然达到的一个状态 圣洁在圣经里面所说的 他的字意更清楚的 比较多的是分别出来 也就是说我们是不是有这样子一种认知 就是我是被分别出来的 就好比一个年轻人 当他进入到军队里面 他得着了一个军人的身份 他就被从这个普遍的社会上的年轻人分别出来 为了一个目的 叫做他是军人的身份 而因着他是军人的身份 他就需要早上起来 要跑三千公尺 要做各种各样的操演 这是他军人身份所必须要经过的 我想我们在部队里面当过兵的人就会知道 大概很少有人会去抗议说 为什么我当军人要接受这些操演 因为我们知道当军人 本来这些的训练就是理所当然的 你今天如果不是军人 那么你自然不需要被这样的要求 所以今天一个圣洁所说的是 我们知道我们是被分别出来 而我们被分别出来 这个地位的认知 就使得我们知道说 所以我们理所当然的 需要接受与世人不同的装备跟训练 所以我们就能够认知说 认定说当我们知道被分别出来了 我们所经历的每一件事情 就是上帝放在我们生命当中 给我们学习的课程 给我们学习的功课 或者是说在这个课程与课程当中 神也会让我们有够用的恩典 让我们在这当中能够享受 所以我们就好像进入到了一个学校里面 有上课的时间 有下课的时间 有的课目你觉得难一点 有的课目你觉得不难 你觉得比较容易一点 那么对每一个人来说 困难的功课跟容易的功课 其实是不一样的 就好比我女儿 她觉得数学比较容易 但她居然觉得国文比较困难 那这个就对她来说 这就是她觉得容易跟困难的功课 所以当我们要有这样一个圣洁的装备 所说的事实上就是我们需要有一个 我是被分别出来的 这样一种很清楚的认知 因为我已经从这个世界被分别出来了 所以我自然而然的所作所为 所思所想 我就不应该是向着这个世界 而是要朝向神 那么公义呢 在圣经里面告诉我们 罗马书三章二十五节说 神设立耶稣做挽回祭 是凭耶稣的血 借着人的信 要显明神的义 因为他用忍耐的心 宽容人先食所犯的罪 所以从这节经文我们就看见 公义所说的意思 就是耶稣基督的宝血 加上人的信 就成就了我们的公义 所以公义是一个所占的位分 所占的角度 而不是我们现在这个人 已经有所谓的公义存在 就好比圣洁跟公义 请问要圣洁到多圣洁叫做圣洁 又公义除了神之外 每一个人站在自己的立场 你看哪一件事情是对 哪一件事情是不对 那么谁的公义才是公义呢 所以基督徒的公义 我们就真的需要建立这样一个观念 神没有给我们论断的位分跟资格 神只给我们爱跟怜悯跟饶恕的资格 事实上这也是神 祂面对我们每一个人 所对我们采用的态度也是这样 神的公义 是在于祂的本性 祂的属性 而神显明出来的 事实上都是从祂的怜悯跟恩典显明出来 那我们再来就要看到 那我们再来就要看到 事奉的态度 第一个就我们需要是坦然无惧的 同样是路加福音一章74到75节就告诉我们 我们可以坦然无惧的用圣洁公义来事奉它 那么第二个事奉的态度我们也需要专一 在马太福音六章24节那个地方就很清楚地告诉我们说 人不能够事奉两个主 你不能够又爱这个又要那个 人不是轻这个重那个 所以人没有办法侍奉神又侍奉马门 因着这个缘故 我们如果说我们是要来进入到一个侍奉神的一个道路里面 那我们就要知道 从此之后我们就要完全地不要再做埃及的仆人 埃及的奴隶 也就是你所做的所有的一切 你不是为了那个而做 所以基督徒的人生是我们做神所喜悦的事情 走在神为我们预备的道路当中 那么我们生活所需要的 上帝会自然地按着他的心意放在我们的手中 而神不论放在我们手中的或多或少 我们面对神所给我们的各样的丰盛各样的财物 我们就要知道我们所得着的是一个管家的职份 也就是说这不是给我们据为己有的 这是让我们来管理的 而神给每一个人的其实是不一样的 就如同圣经告诉我们说 在大夫人家里面有金气银气木气瓦气 我们每一个人在这世上所得着的 好像有的人就是出生在资源很丰富 有很有钱的家庭 有的人就是出生在很贫苦的家庭 有的人一生很顺遂 有的人一生经历好像各样的患难 每一个人其实我们都做上帝不同恩典的管家 愁苦 艰难 困难 其实这也是神良给我们让我们去管理的 如果我们能够管理的好 我们就有机会能够如同那一个尼克 他没有手没有脚 他却能够激励许多人的生命 也就是他把神所给他的这个环境 他用合乎上帝的心意去管理他 而同样的 如果神给你好手好脚 又有好的头脑 好的外貌 然后又有很多的资源 你又出生在一个很富有的家庭 那么你需要问的是 上帝那你给我这些 我当如何按着你的心意去管理 所以千万不要落到一个 据为己有的态度里面 那回过头来我们就再来思想 那么侍奉的态度 我们要坦然无惧 然后要专心 并且我们要用心灵来侍奉神 罗马书一章九节说 我在他儿子福音上 用心灵所侍奉的神 可以见证我怎样不住的提到你们 也就是说我们服侍神 不单单是在外面的行动 更重要的是 我们的心 要真实的与我们所行的一致 那么再来 我们要用良心 用清洁的良心 提摩他后书一章三节说 我感谢神 就是我接续祖先 用清洁的良心所侍奉的神 祈祷的时候不住的想念你们 这个地方就让我们明白 我们如果期待 我们能够更好的来侍奉神 能够在这当中使得 我们的生命能够更完全 我们就有一个责任 要使得我们的心 能够越来越洁净 而我们怎么样子能够让 我们的心能够越来越洁净呢 有一个很重要的 就是你要离开一切的污秽 离开是一个很重要的决定 我们不能够任凭自己 仍然停留在一个 你明明知道 不断地在毒害你的心灵的 一个环境里面 然后期待我的生命 更加地捷径 而捷径 清洁的良心 另外一个很重要的关键 就是你把你所要的减少 也就是很多时候 我们的心塞满了 各种各样我们的欲望 各种各样我们要的东西 以至于我们的心就不洁净 那另外一个 我们怎么样洁净我们的心 就是我们按照神的话语 我们把对人的论断放下来 当你对自己有很多的 认为对的 认为好的 你就看许多人不顺眼 当你看许多人不顺眼的时候 那你的心必然没有办法洁净 因为你连为他祷告的时候 你都隐隐地会祷告说 主啊 求你从天上降下火来烧灭他们 只是我们不敢这样子说 但是心里面 如果心不洁净 其实就是会落在这样的光景里面 那么再来 我们说我们要侍奉神 我们需要在同心合意里面 来侍奉神 西方亚书三章九节说 那时我必使万民用清洁的言语 好 求告我 耶和华的名 同心合意地侍奉我 其实我们如果能够同心合意 这就是侍奉神 我们用我们的同心合意 用我们的彼此相爱 来显明神的荣耀 显明神的作为 这就是在神和人中间成为美好的见证 这就是一个非常好的一个侍奉神的一个关键 那我们接下来看侍奉神的凭借 也就是说我们到底是靠着什么在服侍 在侍奉神 我们前面也有提到 其实神是完全的神 祂有一切的能力威严 这个世界都是祂所创造的 祂其实根本不需要我们为祂做什么 所以上帝呼召我们来服侍祂 呼召我们成为祂的仆人 实际上是要成全成就我们的生命 只是我们去反思一下 如果今天你找来帮忙你的人 却是一天到晚给你找麻烦的人 你为什么还要找他来帮你呢 所以当我们来服侍神的时候 其实上帝面对我们 其实神所面临的处境 其实就是这样 祂把我们找来了 我们就一天到晚把祂的工作搞砸 然后祂再继续的帮助我们 让我们能够继续的来服侍祂 原因其实就是因为 上帝对我们有极深的怜悯 极深的慈悲 神在各样的宽容当中 等待我们成长 所以神要我们来侍奉祂 也是让我们去经历 祂是我们在天上的父 最容易最好的一条道路 最好一个方式 就好比我要跟我的儿子 建立关系 其实一天到晚买玩具给他 这并不是最好建立关系的方式 而是我如果能够带着他一起做一些事情 在他受到挫折 遇到困难 甚至于让他在他说要来帮我 但是他其实帮不了我的时候 那么我在那个时刻 我向他表达我对他的爱 并且帮助他让他能够成长成熟 我想这是一个最美好 能够建立父子关系的一个方式 神是我们天上的父 他渴望与我们建立更美好的关系 神的手一直是向我们敞开的 只是我们怎么样子 能够进入到一个 与他有更美好的互动的机会里面 今天若是我们期待 我们与神有更美好的关系 我们最好就能够为自己预备一个 与神同工的时刻 所以当你能够有更多的 与神同工的时刻 那么你就会真知道 你是被神所帮助 被神所顾念的 并且当你在做完各样的侍奉当中 你也会知道 其实上帝纪念你的辛苦 纪念你的努力 不论你做得好还是不好 你与神的关系 都能够更加的紧密 就如同我这几年 因为有比较多的机会 需要到海外去服侍 其实到每一个地方 我也都只能够跟神说 主啊我尽力 做完了 到底好还是不好 其实我也不知道 到底成就什么样的事情 其实我也不知道 但是我所知道的是 当我每一次在侍奉的时候 我就会比平常更加深刻的 感受到神与我亲近 神与我同在 并且感受到 这个上帝帮助我的真实 以及每一次 当侍奉完之后 那么神所给我的鼓励 跟安慰 这就很快速 很美好的建立了 我与祂的关系 而我也知道 我在服侍当中 我必然有许多 做不好的地方 但是我就看到 神对于我所做的事情 充满了各样的恩慈 跟怜悯 以及祂的慈悲 所以也是因着 祂的恩慈跟怜悯 使得我们能够持续的 不断的有这样的机会 有这样的勇气 能够继续的 在侍奉神的道路当中 让我们的生命 继续不断的更新变化 所以侍奉神的凭借 就是靠着父神的恩典 靠着父神的慈悲 那么侍奉神的实行 是什么呢 在罗马书十二章一二节 就告诉我们说 我们实际上 就是要献上我们自己 作为祭物 而这个祭物 要是活的 并且是圣洁的 并且是合神心意的 也就是神所喜悦的 所以我们就要知道 我这个身体献给神了 那么我要让它 是有力量的 是有活动的 并且是不断的更新变化 因为在圣体里面 讲到活的意思 其实所说的 就是一种持续 能够更新变化的 一个状态 死了就是不再发挥果效 不再有变化 不再有改变 所以我们要期待 我们献上自己 就是让我们的生命 能够持续不断的更新 不断的改变 而圣洁的 所说的 就像我们前面所说的 我们要知道 我们有一个 被分别出来的意识 所以当我们知道 我们是被分别出来的 那我们就知道 我们要按着神的话语而行 所追求的是永恒的事情 这是理所当然的 我们就不要再看着埃及 不要再想念埃及的肉锅 而是要看见上帝的应许 看见神那流奶与蜜之地 美好的应许 那么再来我们要合神心意 就是神所喜悦的 也就是我们所做所想 每一个行动 我们要期待 是在神的喜悦里面 但你说 我们到底做什么 上帝会喜悦 所以有一个很重要的诀窍 就是人看外貌 但神是看内心 如果我们很真实的 是因为爱那个人 所做的事情 那么即使我们的技巧不好 那么我们的技巧 当然神也会教导我们 让我们去越来越有技巧 知道怎么样爱人 但是上帝在我们技巧 还不好的时候 其实神就悦纳 我们那真实的爱的心 所以神是看我们的内心 我们也不需要假装 很厉害 或是做一些表面上的事情 但是心里面却不是这样 然后好像希望这样子 能够欺瞒过上帝 这也是不可能的 所以关键就是在于 我们的心 是不是神所喜悦的 那么最后再跟大家提到 侍奉神 当然最好 是要全家来服侍神 在约书雅记二十四章十五节说 若是你们以侍奉耶和华为不好 今日就可以选择所要侍奉的 是你们列祖在大河那边 所侍奉的神呢 是你们所住在这地的 亚摩利人的神呢 至于我和我家 我们必定侍奉耶和华 如果我们有家庭 那么我们就可以祷告 可以期待 我们能够全家一起来侍奉 因为当全家能够进入到一个 侍奉的生活里面的时候 你的人生会被很好的整合 你们的关系会更加的紧密 并且你们彼此中间有一个 完全一致的一个与会 我们为着一个同样的目的 有同样的价值观 而我们的家庭也能够被神保全 并且能够不断的越来越荣美 那么 侍奉神也需要注意一件事情 就是我们不要用外邦人的方式 生命纪十二章四到五节说 你们不可照他们那样侍奉耶和华你们的神 但耶和华你们的神 从你们各支派中选择何处 为利他民的居所 你们就当往那里去求问 那么不要用外邦人的方式 所说的就是人们用各式各样的方式 服侍他们的神 但是我们不可以这样做 他们可以 但是我们不行 因为我们是被分别出来的 就好比有的人 他也去庙里面拜拜 他捐很多钱 他可以一面捐很多钱 但是一面做那些不好的事情 他认为他可以这样子来侍奉神 外邦人可以 但是对于基督徒来说 我们就是不行 因为我们侍奉的本质 就是不一样的 所以我们需要很清楚的认识 这样的事情 那么最后我们就来看 侍奉神会有什么样的现象跟结果 第一个 当你进入到一个侍奉神的生命里面的时候 你会有主的同在与帮助 就如同但耶里 他即使在外邦的国度当中 他仍然坚定他的心智侍奉神 而当他在遇到患难里面的时候 你会看见上帝的方式 其实并不是让他不遭遇患难 而是他在这个患难的里面 却有神的同在跟帮助 最著名的一个例子 就是他被丢到狮子坑里面 结果神就封住了那个狮子的口 让那些狮子不能够来攻击他 我们看见但耶里他其实是被丢下去了 就如同做一个基督徒 我们其实是会被放到一个艰难的环境里面 但如果我们是侍奉神的 你必然能够经历 我们虽然经过死印的忧谷 却不怕遭害 因为神就能够封住狮子的口 使得虽然在那样的环境里面 我们却能够不受害 而这就变成我们的经历 变成我们能够为神做见证的 一个美好的果子 那么再来 如果我们是一个侍奉神的人 我们就很容易的 让神的荣耀能够透过我们来彰显 让我们能够在外邦人当中 显明上帝的大能 使得外邦人也承认我们的主 真是那位独一的真神 好比同样经历了困难 许多人就是愁愁苦苦 淒淒惨惨 但是为什么基督徒的生命 如果它在你的身上看见 你发生这样的事情的时候 你也仍然能够喜乐的来赞美神 并且你用一种截然不同的方式去面对 而且你活出一个新的方式 跟新的道路 活得比以前更加的有力量 更加的喜乐 那么对它来说 这就是最美好的见证 那么当然 侍奉神的人 你很容易的去经历 你满有能力 喜乐满意 恩上加恩 各种数不尽的祝福 那么既然侍奉神 有侍奉神的祝福 那我们就必然就要来思想 如果不侍奉神 会有什么结果 在圣命纪28章47到48节说 因为你富有的时候 不欢欣乐意地侍奉耶和华你的神 所以你必在饥饿干渴赤路缺乏之中 侍奉耶和华所打发来攻击你的仇敌 祂必把铁鳄加在你的景象上 直到将你灭绝 这边所说的现象 其实就是 如果神给我们各样的恩典 让我们去管理 我们却不以这个恩典来侍奉神 反而仍然的去侍奉马门 去侍奉埃及 去侍奉属事的事情 那么必然的一个结果 就是这些东西就要来侠管你 这个世界就要来掌控你 你的生活就没有办法进入到一个真正的自由跟喜乐平安当中 你就没有办法享受 虽然在患难里面 却仍然有从神来极深的平静跟安稳 你就会跟外邦人一样 在各样的惊怕当中四处的逃窜 然后不知所措 所以当我们能够在美好的时刻 我们真的要知道 这一切所有的都是要来服侍神的 让我们建立一个侍奉神的观念 侍奉神的生活的方式 然后让我们的生命 让我们的生活 能够因着侍奉神的缘故 使得我们的生命 能够一天一天的长成基督荣耀的生命 这是我们今天跟弟兄姐妹分享 侍奉这一刻最重要的一个意义